威尔·史密斯 用一巴掌抢光了奥斯卡的风头 还成功奪得了最佳男主角 在真人改编的电影《王者理查》中 他扮演一个偏执的父亲 按照自己的计划 把两个女儿打造成为网球选手 而在现实中 这个故事要更加夸张 这两个女孩不只成为了冠军 还横扫了网球界各大荣誉 成为史上最佳的女网选手 今天就让我们聊聊 23座大满贯冠军得主 史上最具统治力的网球球后 小威廉斯 Serena Williams 1981年9月26日 小威廉斯出生在美国的密西根 有个大大一岁的姐姐 大威廉斯 和三个同母异父的姐姐 她的父亲理查 来自路易斯安娜 自小就经历了贫困和骑士 在观看一场网球比赛时 她意外发现了职业选手的高收入 于是 她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靠栽培两个女儿 来完成绝底翻身 在两姐妹出生之前 她就写了一份78月的计划书 规划了大小威的职业生涯 而从两姐妹出生的那一刻开始 这个计划正式执行 在小威很小的时候 就跟随家人来到了康普顿 这个地区充满贫困和暴利 是美国治安最差的地方之一 知名饶舌团体MWA 和他们的专辑冲出康普顿 就是在这里单身的 但就算是这样的环境下 理查还是坚持让女儿练习网球 一个以白人选手为主 需要花费大量金钱的运动 她跑遍了各大网球俱乐部 看他们要来废弃的网球和球拍 并从两姐妹4岁开始 就利用自己看电视和书本学来的技术 亲自担任两人的教练 带他们到公共球场练习 还为他们从小立下目标 要成为一名网球选手 说来也是神奇 理查虽然有过一点网球经验 不过基本上是个门外汉 她对网球有一套自己的见解 甚至会为了锻炼毕利 要求两姐妹练习抛球拍 在她的严格监督下 大小威一边上学一边练习 每天花好几个小时打网球 除了技术不断进步 体格也逐渐成长 经过理查的多方尝试 她终于找到了一名教练 免费帮助大威训练 再通过录影的方式 让小威从中学习 并让他们开始参加比赛 经过了童年的大量练习 大小威姐妹势不可大 在少年组的赛事 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大威的战绩是64胜0败 而小威的战绩是46胜3败 明明事情是往好的发展 但理查却忽然暂停两姐妹出赛 认为这样会给她们太大的压力 她说服了传奇教练 Rick Macy 赞助他们搬到佛罗里达 提供给理查住所和工作 还免费训练大小威姐妹 而这一切的福利 都是来自理查口中的无限潜力 未来的两个 Michael和Jordan 在Macy的训练下 两姐妹的技术更加成熟 实力也更加强大 这时的她们已经成了网球名人 各家媒体都对她们的教育 成长背景和未来非常感兴趣 并希望她们可以尽快参赛 但是这些提案都被理查一口否决 她希望女儿可以多方学习 不要太早进入职业赛场 就算是教练强烈要求 但理查就是不听 在四年的时间内 两姐妹没有参加任何比赛 就是每天不断地练习 也让外界对她们的动向更感兴趣 终于在1994年 大威以职业选手的身份 参加了她的第一场公开赛 还差点击败了当时排名第二的选手 而这时 她只有14岁 无数的报道随之而来 Revork给了她1200万美金的合约 经过了10年的坚持 理查的计划成功达成 但她告诉小薇 不要活在姐姐的阴影里 因为你会成为历史最佳 在金钱的纠纷下 理查带着女儿告别了Messie 在佛罗里达买下了一栋大房子 又开始亲自担任教练 而在1995年 小薇也正式进入职业赛场 并很快地斩露头角 只用了两年 就杀入了世界前100名 并在1998年 首次进入四大满关之一的奥王 不过却在第二轮败给了姐姐大薇 同样是在这一年 大薇搭档美国选手Justin 拿下了奥王和霸王的混双冠军 而小薇搭档白俄罗斯选手Max 拿下了温布顿和梅王的混双冠军 两姐妹就包办了全年的大满关 历经了一年的磨练 小薇在隔年拿下16连胜 夺得了英迪安全大赛赛的冠军 一直到迈阿密大赛赛决赛 才又一次被大薇击败 虽然一直打不赢姐姐 不过小薇确实两姐妹中 第一个拿到大满关冠军的 在1999年的梅王公开赛 小薇以世界第七的身份 接连击败了前冠军Morina 未免冠军Lincy Denverport 并在决赛上连下两盘 同时她也和姐姐搭档 拿下了发瓦 美网和2000年悉尼奥运的双打冠军 排名瞬间来到前列 成为世界第四的选手 两姐妹的竞争还没有结束 2001年美网公开赛 大小薇在决赛上生死相遇 成为大满关史上第一次 有两姐妹在决赛上对决 不过这一次 大薇还是拿下了胜利 并在隔年成为世界第一 虽然在外界看来 小薇注定赢不了姐姐 但在2002年 她彻底迎来爆发 除了阴商推赛的奥网 她在发瓦 温布顿 美网 和隔年的奥网公开赛上 全部拿下了冠军 完成跨年度的大满关荣誉 Sarina Slam 个人积分也超过了姐姐 排名登顶世界第一 而这四场决赛的对手 无一例外都是姐姐大薇 这两姐妹就像大满关唯一指定姐妹 称霸了网球比赛的每个赛场 所以这一份荣誉 也被叫做姐妹大满关 说到小薇的故事 那就一定会提到萨拉波娃 在过去的十几年内 小薇和萨拉波娃 绝对是女子网谈的两大代表人物 两人都是大满关得主 都拥有辉煌的职业生涯 小薇拥有历史最高的奖金 而萨拉波娃拥有最高的代言费 她金发油污的量力倾向 也和小薇形成强烈对比 两人的竞争关系除了场上 也延续到了场下 甚至还有过一些情感纠纷 可说是互看不顺眼 互相讨厌的存在 所以两人的比赛也更受关注 在2004年 萨娃在温布顿和WTA决赛上 接连击败了小薇 不过在这之后 小薇全部拿下胜利 总战绩是20胜2败 其中有8场大满关赛事 三场大满关决赛 可以说萨娃的整个职业生涯 都被笼罩在小薇的阴影之下 一直到2020年萨娃退役 两人的恩怨才告一段落 并在晚宴上迎来四季和解 而小薇的另一个头号对手 就是她的姐姐大薇 从童年实习开始 小薇就不喜欢输给姐姐 而到了职业赛场上 两人又因为实力强劲 职业生涯非常持久 所以在场上多次相遇 截至2020年 大小薇在场上31次交手 小薇以19胜12败的战绩 取得领先 其中有7胜来自大满关决赛 两姐妹横扫网球赛事 在场上多次交手的司机 也成为网球界的传奇故事 2008年的北京奥运 她和姐姐再次拿下双打金牌 不过在单打赛上死不八强 同年8月 她拿下生涯第三座美网冠军 并将状态延续到第二年 连续缠连两届奥网和温布顿冠军 再一次成为世界球后 2012年 小薇在伦敦奥运会上 击败沙拉波瓦 成功赌得奥运单打金牌 并再一次和姐姐搭档 拿下奥运会的双打冠军 成为史上第一个 在单打和双打两项赛事上 都完成金满关的选手 而到了2013年 小薇各式引来生涯巅峰 从马德里公开赛开始一路连胜 一直到温布顿锦标赛 才直步16强 打出了生涯最佳的31连胜 斩获发网和美网公开赛的冠军 还有另外5座大失赛的冠军 在WTA年终决赛上 她面对亚洲球后里纳 从第二盘3比3开始连下九局 再一次夺得大赛冠军 全年总战绩78胜失败 牢牢守住了球后宝座 2015年 小薇在奥网 法网和温布顿上 全部都拿下了冠军 差一点就能完成年度大满关 不过却在美网爆冷出局 无缘达成这个成就 个人大满关冠军记录 也停留在21座 差一座就能追平历史记录 终于在2016年温布顿 小薇拿下生涯第22座大满关冠军 成功追平历史记录 并在隔年的奥网上 再次以不失一盘的表现 强势躲下大赛冠军 生涯23次冠军 打破历史记录 成为开放时代以来 斩获最多冠军的选手 点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 而比这更狂的是 小薇在赛后宣布自己已经怀孕 意思是 她是在怀孕的情况下 赢下了这次大满关 也让她的这项记录 显得更为传奇 放眼较微的职业生涯 强大的身体和心理素质 是她比赛时的最大武器 让她可以稳住僵局 进行长时间的拉锯战 多次上演逆转胜 她有着女网最强大的发球技术 发球的时速 可以来到207公里 曾经在温布顿 发出102GX 发球力道大而有力 角度非常刁砖 在弹速快的硬体草地 优势更大 就连球王乔科维奇 都在她的手下吞过AX 她身高175公分 体重70公斤 手臂的肌肉非常强壮 曾经有不少人攻击她 说她根本是个男人 但她却火得非常自信 热爱打扮还是个实装打人 在场上 她的造型多变 曾经因为伤势影响 穿过致敬黑豹的黑色紧身衣 也穿过完全不像运动装的 砰砰裙 好身材配上结实肌肉 让她看起来就像神力女烧人 也曾经在网球界引起风波 让不少选手真相模仿 据说在对上沙拉波瓦时 这招特别有效 受到生活环境影响 小薇自律平权活动 尤其是黑人和女性平权运动 或许有些人觉得她太过极端 但作为在平民区长大的黑人 我想小薇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其事 不过她过激的言论和暴鄙气 也让她经常引起风波 她不止一次在场上暴怒 做出摔球拍和骂主审等工作 算是一个评价两极 非常有争议的选手 在创下历史记录后 小薇两年内四次打进决赛 不过最后都鲨鱼而归 没办法再次刷新记录 而在最近几年 更是受到疫情和伤势影响 出赛的频率越来越低 成绩也不深理想 截至目前 已经有接近半年没有出赛 排名甚至会掉出200名 虽然目前为止 没有传出退休的消息 不过以小薇40岁的年纪 确实有可能忽然告别赛场 结束自己的传奇生涯 接下来如果还有比赛 那就且看却珍惜吧 从康普顿的林佳女孩 到成为网球界的超级巨星 大小微真的利用网球 改变了人生 这一切或许来自理查的计划 但也绝对来自两姐妹的努力 除了书写历史记录 他们最激励人心的 就是为族群做出的贡献 作为黑人女性领导者 她打破了很多刻板影像 影响了很多黑人选手 包括现在的大阪姊妹 用她的力量和影响力 鼓励更多人勇敢追梦 跳脱框架 打破骑士 追求最疯狂的梦